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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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無知 大家日常生活中應該都有用過膠水這種東西吧 那因為我們工作室人很多 經常會需要寄信啊,寄文件啊,幹什麼之類的 所以膠水其實消耗蠻快的 那前陣子我的膠水用完之後呢 我就忽然想起 欸,我記得小時候去郵局的時候 好像有看過他們有白桶那種 黏黏白白醜醜的 然後拉格格的東西看起來雖然不像是我們一般外面買的那種膠水 但它也是一樣有黏性的這種不明物體 於是呢,我就忽然覺得 這個東西該不會是自己做的吧 所以呢,我就上網去查一下 欸,結果還真的有製作方法 而且用到的材料啊,出乎意料的簡單 阿進的廚房都有 所以呢,我們今天就來實測一下 網路上這些製作膠水的偏方喔 到底好不好用吧 那我們首先呢,要來製作的第一種配方是這個 麵粉膠水 沒錯,顧名思義呢,我們需要的就是 麵粉 然後其他的材料呢就是 鹽跟水 那根據網路上這個偏方的製作方法呢 它只需要把麵粉跟鹽混在一起加水 它喇喇耶 就變成膠水 哈哈哈哈哈哈 這真的感覺是有點荒謬喔 我們從來都不知道 原來這個東西可以變成膠水嗎 我們來試試看 根據我查到的偏方 它有二分之一杯的麵粉 它是這種杯 還是這種杯啊 算了,我們就看感覺吧 我覺得這個配方應該是不太靠譜啊 我們就用這個杯吧 然後水跟鹽少許 超不精確的這個偏方 這個攪拌方便喔 我們在碗裡面攪拌喔 對 再來一點 這個我們就是做麵糰的過程嗎 對阿 OK 好 我們攪拌了幾分鐘 我覺得它現在的這個黏稠度 還蠻接近我小時候去郵局 看到那個黏哥哥的物體耶 搞不好那個其實就是相關的產物喔 OK 好 那我們現在呢 就立刻來試試 不是,試用看看 太熟悉了這個東西 它就是安靜做的那個嘛 OK好 那我們就來試試看它的黏著效果吧 那剛剛說到我們是要寄信用的吧 所以呢我們今天就全部都用這種 術風來實測它的效果 只要它能黏住 不會這樣隨意被我撕開 我覺得這個就算是可以用的配方 欸好像還真的有一回事一樣耶 白像白膠啦 對啊 就是它好像更黏稠一點 哇如果真的拿這個東西當醬糊 會成功了 說到新的那邊不知道會有什麼感想 這怎麼會是大家的工作室呢 OK好我覺得這樣應該夠的夠多了吧 來 打它 激發 激發 都穿得出來的 直接黏 再擠出來 欸 我整個擠出來耶 我覺得擠出來的部分要把它刮掉 不然太沒禮貌了 好 我們的麵粉澆水完成 OK我們就放在旁邊 然後等全部都做完了之後呢 再擺個幾小時喔 等它全部都乾掉 然後看一下黏著效果怎麼樣 OK那我們接下來來看下一個配方 欸我們接下來這個配方呢 叫做浴室配方 欸 除了剛剛這個麵粉跟水不變之外呢 我們把鹽 換成了小蘇打粉 牙膏 還有洗衣巾 這就絕對莫名其妙了 好那我們再次開始試試看 欸我們首先呢 要把一勺麵粉跟半勺小蘇打放入碗中 那我們就用這個湯匙吧 反正這個意思應該就是要讓它們二比比吧 OK那再來呢 要擠入一點點牙膏和一點點洗衣液 這一點點 好煩喔 這要給人家配方嗎 那你們把那個精度的量表示出來好不好 一點點 好那我們就一點點 然後是洗衣精 好加入少許開水 開水指的應該是熱水嘛 OK少許開水 來攪拌 好刺鼻的香味 通通都是那個洗衣精的香味 我覺得它打了剛剛那個沒有兩樣啊 好OK 我們已經攪拌了一會兒了 我們來看一下 那現在這個樣子 還有那個牙膏那個藍藍 對啊還有那個牙膏裡面的成分 然後它看起來比剛剛的還要吸很多欸 不知道是我們家的這個水的量的關係 還是因為裡面洗衣精還有這個成分喔 但是我覺得其實 如果這個東西有黏性的話 我會相信欸 OK好 那我們一樣 來把它黏黏看 哇好像刷牙一樣 還有那個 牙膏那個 那個顆粒 OK 這樣子應該夠多了吧 黏 喔 這個超像 這個超有膠水的感覺欸 OK好 那我們就這個也一樣啊 把它擺旁 不對啊 等一下通通擺起來 我不知道誰是誰的 都檔樣 對 都檔樣 對 都檔樣 好像要把它寫起來 麵粉 浴室版 好 接下來呢我們下一個版本 就稍微比較尷尬一點啦 我們現在的材料是這個 好 我們這個配方呢 叫做奶粉配方 很不名思義喔 我們就是把剛剛的麵粉 換成奶粉 然後呢它的其他添加物呢 就是醋跟小酥感 好 那首先呢 然後我們會需要四分之一杯的熱水 然後 然後 兩湯匙 乾奶粉 真的在泡牛奶了 剛剛在做麵包 現在在泡牛奶 這根本就在做早餐嘛 吃完之後還可以刷牙 哈哈哈 好 那把它 放開 接著呢 把醋加進去 喔 牛奶加醋 它就變硬齁 那醋要加多少 好 馬沒說 OK 那我們就 加個一湯匙吧 喔 我這攪拌的時候 立刻感覺到阻力了 欸 這整個都已經結塊了耶 OK 好 那我們就繼續攪 要擋到它完全分 完全分 好 那我們接下來呢 我們要來把它 過濾一下 我們要留下 它上面剛剛 結出來的這些硬塊 好 OK 我們已經把它的 椅體都擠掉了 然後呢 剩下裡面這一團 裡面這一團 就是我們要的 醬糊的原料 那我們接下來呢 就把 少量的小蘇打 跟熱水 滾進去 據說 這樣子就可以把它 變成澆水了 我覺得這個配方 我怎麼反而覺得 它是最不會成功的 OK 好 攪了大概 兩分鐘 它現在看起來就有點像是 我們去高山上面 吃的那種 泡飯 哈哈哈 它這邊說 如果澆水是塊狀的 你可以再加點小蘇打 如果太稠 請用更多的水餃飯 OK 加一點小蘇打 我覺得這樣子應該差不多了吧 雖然說裡面還有蠻多顆粒的 但是旁邊這些你看 哇 格格的部分 感覺好像 已經是澆水了 那我們就 來試試看看吧 奶粉 呵呵 我跟黃牙 感覺收到新的 我覺得超臭的 好 把它 黏起來 OK 奶粉的黏好了 然後我覺得 擠出來這個部分 我們就讓它這邊了 也不要理它了 好不好 我們就 來幫它往後面 OK 我們接下來呢 我們來看下一個配方 我們接下來這個配方呢 是 玉米配方 我們需要鍋子 有點麻煩 那其他材料呢 就是 好 那我們就來操作看吧 首先呢 然後我們需要 四分之三杯的水 然後我們需要 兩湯匙的玉米糖漿 兩湯匙 接著呢 是 一湯匙的醋 好 放進去之後呢 稍微混合一下 接著呢 我們就可以加熱了啦 直接把這個 奇怪的溶液把它煮到沸騰 好 等這邊沸騰的時候呢 我們馬不停蹄 要在另外一個杯子裡面 加上玉米粉跟水 欸 哇 你看看我這個 雙管旗下 跟那個石神一樣 好 費糖之後呢 把剛剛這杯玉米粉水 把它 拌完拌完 加進去 OK 那我們 就會得到一個 開始結塊的某種 哇 欸 它整個 喔 欸 它整個 很激動的結塊 喔 是什麼 喔 是超醬糊的 這個就完全就是 我們小時候在郵局 看到那個東西欸 欸 好像喔 好像喔 OK 好 等一下 我太激動 我太激動 接下來我要轉小火 然後讓它 持續滾一分鐘 欸 汁水 我要什麼 可以幫你的嗎 幫我計時一分鐘 好的 幫你計時一分鐘 一分鐘是不是 來吧 OK 好 那因為它現在 溫度還太高了 所以我們要 稍微稍微把它放涼一下 才能使用 那我們就 OK 冷卻完成 我們立刻 就把它 弄上去看一下吧 欸 好像 好像真的是 這個東西呢 難道以前 在我們看不到的地方 那個郵局的叔叔阿姨們 就是在那邊煮玉米嗎 OK 好 黏起來 來 呦 差有其事 好像真的黏著樹一樣 好 玉米版的也完成了 OK 好 那我們今天 測試了四種食物做的膠水 不過呢 我實在是覺得 這四種食物 做的膠水實在是有點不靠譜阿 所以呢 我就去查了一下喔 真正的膠水的配方應該怎麼樣 結果呢 我找到了這個東西 TBI粉 欸 這個東西呢 就真的是拿來做膠水的原料啦 那我們只需要把這個東西 依照8比92或者是1比9的方式把它混合了 咦 它就會變成 膠水了 來 我們今天一開始試試看吧 好 OK 搞定 那我們就把它攪拌一下吧 攪一攪了之後呢 以論上來說 它就是膠水了 OK 好 我們來黏黏看吧 真的假的 這看起來超稀的耶 這怎麼會是膠水阿 它感覺很像水耶 對啊 超濕的耶 我有什麼誤會阿 這個跟一般的那種膠水的感覺 不太一樣耶 這真的可能行嗎 OK 好 我們一樣把它黏起來 然後把它壓緊 OK 好 那一切大功告成了 我們已經進人事了 接下來就只能 我們就擺它幾個小時 晚一點再回來一個一個看 它們黏著的效果怎麼樣吧 OK 我們現在已經把這些膠水 放在這邊 風乾超過5個小時了 那我們現在立刻就來看一下 這些膠水它們黏著的情況怎麼樣吧 那我們就依照 一開始我們製作這個順序喔 我們先從麵粉的先來看一下 麵粉呢 各位可以看到 它外面這邊 基本上它就是 就是麵粉 對 就是麵粉 它整個已經 變成粉粉了 我們可以這樣把它摳起來了 OK OK 好 那我們就來試試看喔 欸 這基本上我是一撕就開了啦 然後撕到這邊你看它 撕開來了 對 它是撕掉了 所以它這邊就分成了 以至於我們這樣撕開的時候 它撕不開 其實 基本上是很好撕啦 但是因為它這邊是濕的 所以這邊會爛掉 OK 那我覺得 這個黏著能力就 差點能力 它是有結合度 但是沒有黏性 OK 好 那我們呢 下一個 浴室版本第一 這個基本上看起來 好像跟剛剛這個麵粉版 差不多的東西啦 我們試試看 它反而更完整了 它就是一樣的 沒錯 而且它還更完整了 我可以直接這樣把它拉開 浴室版的 完全沒用 好 再來我們下一個是奶粉 然後它現在摸起來 它是有點... 它是有點... 它是有點軟度的耶 很像是史萊姆耶 呵呵呵呵 OK 那我覺得 好像沒有什麼希望啦 我們試試看喔 很鬆 一樣 欸 它這邊也是這樣撕開了 基本上它會爛掉 都是因為還沒有乾耶 那有人可能會覺得說 欸 浮室你怎麼可以 站在還沒有乾的時候 你就試試它站在那邊爛掉啦 不是 我都擺了五個小時了 一般的澆水 這弄完就出去了 哪會擺到五個小時等它乾 所以我覺得乾得太慢 也是這種澆水的問題啦 它基本上跟剛剛的麵粉是差不多的 就是它能夠把東西這樣子接在一起 但是就沒什麼黏性了 再來我們下一個玉米 欸 這個是我非常期待的一個啊 因為它的那個煮起來那個 超像醬糊的 那我們來試試看 它到底有沒有這個醬糊的黏著性呢 大概... 欸... 欸... 哇... 黏住了 它真的黏住了 它真的黏住了 我是有用力 我是有用力這樣拉扯的喔 我真的黏住了耶 喔...真不愧是 我們又在那邊煮 然後還在那邊這樣一直攪的 喔...欸... 這邊比較多倒光 真的比較有機會耶 哇...我們來... 試看看另一邊 欸...可以耶 欸...另一邊... 另一邊就沒有黏得這麼好 雖然說沒有黏得這麼好 雖然說沒有黏得這麼好 但是... 我在拉的時候的那個阻力 已經比剛剛那幾個還要好很多了 我覺得玉米版的澆水 可以 這個我給過 喔... 所以... 難道真的以前那個郵局阿姨 都在後面煮玉米嗎 好...OK... 好...再來... 下一個呢... 就是我們... 正規的澆水材料 PVA 這超簡單 把粉嚇下去... 好了... 這麼簡單的... 效果怎麼樣啊 喔... 哇... 喔... 好緊... 完全黏住 這真的就是澆水的效果 ... 也是一樣的結果 沒錯... 這個東西就是我們的澆水 所以哇... 我們直接拿澆水的原料來做的阿 那真的就是澆水 OK... 所以如果各位不想那種 十塊十塊買那種一罐的澆水 在那邊製造那種 塑膠容器的垃圾的話 欸... 可以直接去買這種PVA粉回來 OK... 直接量產啦 好啦... 那以上就是我們這次測試這些澆水的偏方啦 不過呢... 我們這還有一個... 問號袋 就是剛剛... 我做完放到後面之後咧 我忽然想到以前... 看那種作品裡面 不是... 人家那種寫完信了之後就會... 喔... 是脆娃嗎 沒錯... 直接填起來然後就黏了 到底人類的口水黏性比澆水如何呢 我們來試試看 3...2...1 完全沒有耶 完全沒有黏性 欸...不是啊 那為什麼... 那為什麼以前那些... 可以這樣一填就把它黏起來 還是他們有彈 啊... 我知道... 他們的信封會不會是特製的 就是它這邊只要有水 對...它就是某種化學成分就會化開 然後就可以... 欸...有沒有可能啊 欸...知道的觀眾嗎 那以下幫我留言補充一下好不好 好啦...OK 那我們今天呢就是驗證了各種版本的 然後非常讓我意外的是 玉米版的膠水 真的可以用 我真的有點嚇到 因為PVA這個東西 本來是我拿來當作一個最後的 總不能全部都失敗吧 要有一個成功了吧 結果... 玉米很成功了 好啦...那各位如果有興趣的話呢 也可以在家裡喔 用手邊就拿到東西喔 自己試試看 有沒有比我們今天 測試的這些配方喔 還有黏性更強的膠水 好...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啦 那如果各位喜歡我的影片喔 想要搶先收看的話呢 現在可以下載 哈咪VideoApp 訂閱Creative at Taiwan 就可以在這個平台上面 搶先14天 看到我的最新影片喔 那我是胡子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掰掰 拜拜